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文操神觉 那今天的话是礼拜五要收周线 我相信这个周线啊 收红的机会啊 应该是非常的大 那如果说你是长期收看颜老师节目的 那今天 包含之前老师跟你讲的 到今天为止啊 你有没有得到个验证 我相信都有 答案也在你们心里面 但是老师要提醒各位一句话 如果说你们只在旁边用看的 你们是赚不到钱的 一定要跟上所谓的脚步 那今天的话是很标准的 如果说你学过颜老师的基本课程 它叫做开盘八法里面的两点高盘 两点高盘的话今天会收在所谓的中长红 但是你目前为止看到大盘只有上涨七十几点 但是老师跟你讲尾盘的时候 还是有机会做出拉抬的动作 所以说你在盘中的话 有看到老师这个节目的话 老师必须有责任跟义务的话要提醒你 那回到我们之前老师跟你讲的 所谓的重要的K线理论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K线理论你要注意到 那老师之前跟你讲过嘛 它会逐渐垫高以外 那也会逐渐的叫做晶晶涨 那之前跟你讲两个跳空缺口 往上的第一个跳空缺口 往上的第二个跳空缺口 你今天又看到了第三个跳空缺口 那这三个连续的一个跳空缺口 代表多方 它目前为止 它是非常强势的 那在下个礼拜行情里面 它有机会会去挑战前高 但是在高档的位置区的话 你会看到一个讯号 这个讯号叫做什么 叫做补量上空 也就是说你在下个礼拜的行情里面 你有机会看到成交量放大到多少 1000亿左右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讯号 但是讯号还没有出现之前 我相信目前为止 大概在这个地方 这个小的跳空缺口的话 它是不容易马上回谱的 但是在往上的同时 它有个拉回的一个机会 让各位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那老师今天只有讲两档股票 那请投资朋友们注意喔 第一档股票3034的联勇 来看一下喔 我相信这档股票不是第一天讲 也不是第二天讲 包含严老师的会员在内 在3034的联勇 我们第一次的操作 我们是赚钱的 也就是说 我们从底部开始做出一个买进的动作 拿来之后 逢高 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在相似的一个高点区 我们会先行做出一个获利了结 那也就是等待拉回的时候 如果说你是老师的会员的话 老师一样会带你操作 背光模组的话 今年它公布所谓的业绩财报的话 的确是优于去年 包含今年的成长性 也是非常非常高 这个成长性包含苹果的一些产品 包含今年六月份的话 有氏族会 它有所谓的大尺寸 液晶面板的一个驱动IC的一个商机 都会提前发酵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张股票 近期法人的话 依然是站在买方 虽然目前为止 它上升趋势线没有改变 但是这个地方叫缝拉回 缝拉回缝拉回 三次拉回的点 你都可以去做出买进的动作 但是目前老师认为组成段还没有到 像去年6176的瑞宜 它是大涨一波的 那3034的联酉 一样是有机会 那IC设计股票里面的指标股 你只要注意到一档股票 也就是你最近想要价差操作的 甚至说你要拉回找买一点的 老师在那边跟你讲一档股票 你要特别留意一下 这档股票叫什么 代号先抄起来4966的F Play 目前为止在这个区域 大概225倍附近 为什么它的上机会涌现 也就是说苹果iPhone 6 预计在第二季寂寞以前 它有了新的产品 暂时定名为iPhone 6 它的特点是什么 第一个轻薄无框的一个设计 不管上传下载的速度 都要用到4966这个F Play 它们家有一个产品 叫做高速传输界面的一颗晶片 那这个晶片的话 不管是苹果阵营 非平阵营也好 它们都会做出采用的动作 那这档股材的骨性非常薄 也就是上下的部分的话 短线上面可以做加差 如果长线上面你要操作的话 你就必须要跟上于老师的脚步 之前看到所谓的上银也好 看到2474的可承也好 看到3691的售合这三档股材 都创波段清高 目前为止高价股 它是属于高档震荡整理 上涨的空间已经有限了 你后面要去找的 包含网通的族群 包含IC设计的 不管你是短线 长线的操作 我认为 这个获利的话是非常非常有机会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老师今天准备了一份重要的资料 那如果说投资客们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的助理 来做出个索取 三档所谓的低价的转机股票 目前为止都在底部 希望投资客们拿到这份资料 可以积极去做出的布局的动作 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 谢谢 请不吝点赞